苗栗行40多人的登山队伍 25号到台中和平攀爬 谷关七雄之一的乌我伟山 下午攻顶之后 山友陆续回到了登山口 搭上游览车 但迟迟等不到75岁的阴姓山友 向着大家赶快报警 最后警方在公车上找到了人 原来阴姓山友下山回程 走错了方向 到了登山口看不到游览车 以为被放鸽子 才会自行搭公车返家 谢谢啦 谢谢 找了好久终于在派出所 找到拖队的阴姓山友 负责带队的登山队长松了一口气 但还是忍不住机会训诫一番 两个人一路从派出所 征入到外头停车场 阴姓山友似乎还搞不清楚 自己错在哪 我就打不冲 打不冲你就在那边等 你等两个小时 我上次等两个小时以后要等 来自苗栗一行四十多人登山队伍 二十五号到台中 攀爬谷关七雄之一的乌尾尾山 下午攻顶后 想要陆续回要登山口 搭上游览车 不料七十五岁的阴姓山友 搞乌龙 下山回程途中 走错方向往立仰方向走去 然后入口看不到游览车 以为被放鸽子 竟然就随手拦了公车 自行搭车返家 该男子表示 自己下山后因走错方向 迟迟等不到游览车 才独自搭上公车伴家 警方发布通报后 民众发现他搭上公车赶紧报案 警方立刻追车 拦下公车 将山友带回派出所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 总算搭上游览车 结束这场乌龙 接着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